是龍蝦 好害怕 真是好像昆蟲 豪華升級版的海鮮杯麵已經達成了 雖然你們看到完成品 但製作過程就沒有這個完成品那麼漂亮 現在看看怎樣做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我又落廚 最近疫情大家在家應該都吃了不少杯麵 有人是吃到傻了 最近有個網民在Facebook裡面有一個項目 記住了,香港街市魚類海鮮研究社裡面 post了一個他自己做出來的香港特別版海鮮杯麵 就這樣丟了鮮油進去,下水錄3分鐘 然後就吃了 其他網友就馬上很關注這件事 但其實就說他都瘋了 磅狗魚我 都知道海鮮不是用滾水錄3分鐘就可以解決的事 我也很想知道他有沒有命出來寫一個食評 但他的無聊就引發起我的無聊 如果將每一件杯麵裡面的乾貨食材 都轉換成新鮮的材料 到底會變成怎樣呢? 會不會很爛呢? 那這次就來試試了 那我們現在就看一看一個杯麵裡面 它本身會有的食材 那這個就是原本日版的合味道 那它裡面一開 哇,很多味精 那些味精要保持著 因為一會兒我會用它的味精和它的麵 我在那裡一拿它每一樣食材都會耗掉它少少的味精粉 我現在要很小心地拿 那裡面的椰菜呢 我是把它轉換成為菜心的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吃菜心 那裡面的蔥呢 也都換成一條完整的京蔥 那當然不是整條材料 切些下去而已 乾蟹柳 也都換成了這個新鮮的蟹棒 啊,蟹棒那種新鮮的 總之是蟹棒 最近這幾個月不知為何和這個魷魚很有緣 那這個是魷魚乾 換成新鮮的鮮油 又要切它了 好噁心 但是是好吃的 我又覺得 裡面的蛋乾呢 也都變成為糖心蛋 那應該升級很多 那接著就到了這個絲心食材 那說明是海鮮杯麵 那當然要有海鮮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帶子 大大粒 我買了很多粒 那待會應該要放兩三粒 然後海鮮的麵 通常都會有那些小蝦 或者蝦乾 總之很小的蝦 升級 是龍蝦 好害怕 真的好像昆蟲 然後還有的材料 就是牛油 雞湯 還有少量的牛奶 那待會就要講到哪裡用 先洗菜 那因為只需要一兩條 那我就不用那麼多了 這個 為什麼不能吃呢 那裡面還有這些呢 應該是有根部可以剪的 有根部可以剪 剪掉所有東西 不要玩我了 好 然後是不是拿去煮 就是這樣錄麵的錄菜 對 那不用這麼大個煮 你說很容易開的 還沒開 喂 準備 好厲害 請坐下 等一下 讓我上去 沒有反過 沒有反過 混蛋 為什麼沒有反過 我知道為什麼沒有反過 因為反過 好大 為什麼沒有反過 它要蓋著蝦糕和這裡 煎到一分鐘 哦 然後放下它 我腦內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以為如果反過 那些殼就會很快變成橙色 然後你就很難知道它裡面熟不熟 原來不是這樣 什麼大火蔥 大火蔥 大火才好,夠時間嗎? 反轉它 廚師也挺厲害的 它的抗彈火油能力 神經病 好香 然後就100ml的雞湯 這個杯平時是喝酒的,想不到可以在其他地方有用 好,慢慢倒下去 沒事,沒有膽 接著就100秒的清水 完成 龍蝦切完之後就收一收腳,竹鬚 然後就劈開尾兩半,拿來煎 當然啦,跟龍蝦激鬥這個動作小弟是做不到的 我做到你們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是拜託了我的室友幫手 好啊 逃手啊? 是童軍嗎? 這麼瘋? 我先收回去 好,又再決戰魷魚了 對上次發生的事情 我放在這部影片的背景裡 這次呢,因為我看了一個主食的頻道 然後他有說到魷魚 原來是可以很舒服地拔掉它的軟骨出來的 我現在就試一下 他就說從這裡 湯,湯,湯到尾了 然後就翻開它 整條抽出 然後呢 這塊皮就這樣撕 那個人撕得很簡單舒暢 為什麼這個好像那些很難撕的雙面膠 但是 這個好像撕iPhone螢幕貼 是啊 更容易撕iPhone螢幕貼 不可以 割一點點 好嗎? 先割一點點 啊,聰明的我 是可以的 但為什麼它連割都不用割? 厲害的 好了 嘩,我覺得這條片怎樣都比上一條片 至少它的處理手法是怎樣都快捷了 我覺得Joyce看我這條片 都可以知道魷魚是可以這樣去刮 然後呢,就拿去洗 切完再洗 其實就要全面過我上一次拍魷魚的那條片的方法 我終於都記得為什麼上次沒有這樣切 因為上次做燒鹽鮮油是要一圈圈的 好了,那我看這條片 他就說一開始要先刮一刮 然後反轉它 又再刮 嘩,哈哈哈哈 我現在嘗試跟著那個人的節奏 很爽手那些東西 好,然後切了頭 然後尾部也切了 嘗試一下輕輕開十字 可以,做了 然後就切三角形 2小時後 好,搞定 那我們就不會煲完所有的魷魚 要不然吃魷魚都飽了 拿兩三塊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就煎帶子了 那應該就要把帶子解凍 那應該就要把帶子解凍 跟著呢,就刮一刮乾它 那應該就沒有那麼腥 好像說 這樣刮是可以的 好,刮乾了 那就開鑊了 加牛油 適量 然後就放下去了 好,那帶子煎之前呢 就加點鹽和胡椒粉 然後就煎它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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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上碟 剛才那些龍蝦湯 做的那些 真的嗎? 還沒拍完 那這個就是剛才的龍蝦湯 多出來的雞湯再加水 他們說很棒 嘩,很想把這個湯變成麵湯 嘩,認真喔 嘩,雖然油是挺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湯會比較好吃 一會兒的麵湯 哈哈 神經病 好,那現在就煎熟一些魷魚和蟹棒 這樣就放下去了 其實都是煎熟它 本身都已經熟了 嘩,開始想散 不要散了 魷魚都要刮乾 要不然就容易腥 放得有些氧水 好,然後再加魷魚 我剛才切十字的位置很酷 這個變得手榴彈 這個過程是需要兩分鐘 起碼只要在吃魷魚是可以吃的 好,熟爐,成功 接著就要煮麵 洗蔥 好,接著就切些京蔥 我感覺到大家看得很酷 這次很酷 本身是那些治癒片段 我覺得有可能 人們只會把這段剪出來 然後放在外國的MEMES 最令人生氣的切衝片 食材已經準備妥當了 現在就差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綠麵了 好,然後就等三分鐘 我經常都想過 如果拍片需要綠麵 這三分鐘應該怎樣做好 其實應該是拍著杯麵 然後我在後面 自彈自唱一首三分鐘的歌 但因為這段影片已經太長 所以有空再做這件事 好,現在呢 因為又有龍蝦又有什麼 所以已經是不可能 再用這個杯麵去裝 現在就把這個MEM 倒在大碗裡 放什麼才好 一開始呢 我覺得是放菜 圍著肉邊來放 到魷魚 接著就放 阿文的眉 帶子就是眼 哎呀,龍蝦怎麼辦 龍蝦有嘴嗎? 那這顆帶子呢? 現在吃了 接著就... 這個比較好 Like嘴 然後就給我Like嘴 好運 哎呀 好,先放好一點 不過龍蝦也是這樣放的 唐心蛋 兩隻半蛋就放在這裡 螃蝦 哎呀,這樣放也很好 對呀 用阿文的眉去遮住阿文的眉 接著就是一些蔥 這樣會不會豪華很多 哇 這個豪華升級版的海鮮杯麵 就已經達成了 試吃什麼部分才好呢? 試麵先嗎? 麵不用試都知道 哈哈 跟一個普通的杯麵沒有分別 喂,大家,我現在就後悔了 你們如果真的做的話 記得龍蝦湯倒進去 直接用作湯 這個湯底其實跟普通杯麵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是這些菜我相信會好吃的 嗯 蟹棒還是可以再錄下來一點 哈哈 但是好吃的 啊,夾那條菜心 好,加上京蔥 不算麵本身的質感 你只是以為自己在吃貴的東西 其實帶子呢 我自己覺得煎完又把它放進湯裡 好像有點不至 哇,我現在真的很後悔 剛才的龍蝦精華應該淋下去 這樣就所有東西都有龍蝦味 大家吃所有東西之前 其實要先吃菜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吃菜是可以幫你吸走油份 那些東西 魷魚還沒吃 嗯,魷魚不錯 魷魚是... 魷魚很重海鮮味 然後就是本道菜裡面最貴的食材 跟帶子有些不相伯仲 就是龍蝦 哇,好久沒吃過龍蝦 有一點乾身 但是龍蝦味很好吃 鮮的 好,那這次這個麵呢 我要給分的 那我自己吃完之後都好 雖然不是在外面買回來 雖然是自己做的東西吃 用到Gang Channel有那個制度 五分為滿分 這個麵 3.8分 如果是淋龍蝦汁上去 4.5分 我肯定很遠 那我的無聊就去到這裡了 那結果呢 是好吃很多的 但是這個是廢話 那裡面的材料 大家可以選自己喜歡的海鮮 有些什麼鮑魚啊 醬物糖啊 那我純粹是因為沒有錢才買不起 那我剛才煮東西的步驟 我感覺到大家都應該會有很多意見 那大家就不要管了 用一個你自己覺得最合理的步驟去做 始終我煮東西吃都是很新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按下鈴鐺 那我下次出片你就會知道了 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分享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大家 看看那邊 沒錯啦 這個呢 就是不准做而已經翻了貨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麼來的話 就按一按資訊卡上面的那條影片 我們玩過一次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是怎麼玩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在下面Google Form上填連結 那這次就到這裡 我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